接下来带您看未在台北市公馆 经营超过半世纪的老字号电影院 东南亚戏院被大同龄家定四代的 林传杰新美奇公司以8.8亿元给买下了 那么交易数量达到了83万股 那么每股的交易价格是在1059.73块钱 其实价格是还蛮高的 那说到东南亚戏院呢 也是许多像是台大跟师大生的最爱 创办在1966年 那么到2015年才由秀泰影城去接手经营 那么这次的交易价格看起来的确是还蛮高的 那当然业者也严派 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东南亚娱乐公司持有的不动产 主要是东南亚戏院的资产 所以这交易的价格其实也不只是股权 还包括了像是不动产等等 所以冲高了这个股权的交易价格 那进一步带您来看这位新美奇的董事长林传杰 他1983年四代身为大同龄家第四代 也被视为是上市柜房地产开发商的七年级最帅董作 那他是出身林挺身二房的赤次子这一脉 那么从美国念书回到台湾之后呢 最早出现在媒体版面是大家看到了 他哥哥林传凯娶了蔡依林的姐姐 那他当时在婚礼当中是担任半老 不过呢这林传姐啊 他很快就在竞争激烈的建筑业当中脱颖而出 在2012年呢 他就卖下了台北市新一区土地推出的豪宅案 处女座新象山 感觉上似乎对于像是这些建筑 他是非常的有概念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而且眼光也相当的精准 让新美奇从光电产业慢慢转型到了房地产 也成为了新一代的精品住宅小天王 那过去除了酒店式的公寓 新美奇park创下了小宅小坪树 住宅最高的单价记录之外呢 还有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2018年 他再度出现了惊人之举 这就是在台北市天母土地豪宅的再建案 接待中心都还没有盖好 美国AIT就已经向中了 以总价11.6亿全数地买了下来 破天荒地创下 美国首度在台湾购置自由资产的首令 所以高规格地去打造 也让周边的豪宅案 在当时房市还在低迷的时候 被一扫而控 台大公馆商圈的老字号电影院 东南亚戏院走过了将近一甲子的年头 但是如今被建商以8.8亿元买下来 未来有可能要拆除改建 有点可惜 因为我真的因为我住附近 所以我蛮常来这边看电影的 晚上跟假日都还满满 有时候还可能订不到位置 价钱比较便宜以外 就是住附近就会很方便 突然有一个我们平常聚会的地方不见了 民众都大喊好可惜 东南亚戏院是许多学生和老台北人 看电影的最爱选择 1966年开幕有三代人的记忆 2015年才刚由秀泰影城接手 重新改装展现新面貌 如今再被新美旗建设 向地主东南亚日乐买下99.81%的股权 大概就是会有很好的一个成长 新美旗董事长林传杰是大同第四代 在业界有帅董之称 一开始公司是做电脑周边以及光电事业 但近年转型到不动产开发 2023年将有三笔建案完工 总销都突破10亿 这一次买下老戏院 专家推测看准的就是225平土地开发价值 目前一楼还有店面 所以预期短期之内 应该还是会维持这个戏院的经营方式 买方的背景又是建商 所以市场普遍预期 未来做这个都更或者是重建的机会 相当的大 虽然影城表示将以继续营业的目标 跟新房东洽谈 但后续会不会有新的样貌 也让大家好奇 三星宇宙宇宙李梦珊台北报道